台積電在美國時間星期二宣布同意斥施38億美元 也即35億歐元在德國新建一座半導體工廠 將會大大推動歐洲將生產帶入歐洲大陸的努力 這是台積電歐洲的第一座工廠 在歐盟及德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及台積電項目合作夥伴的支持下 預計總投資將會超過100億歐元 台積電說將會與德國博西集團、英菲林集團 以及荷蘭恩智普公司成立合資企業共同建設這座工廠 預計將會在2024年下半年開始建設 台積電是芯片領域的主要參與者 控制著全球一半以上的微芯片產量 這座德國工廠預計將會在2027年底開始生產 月產能夠將達到4萬片300毫米也即12英寸的精源 這公司說該項目還將創造大約2000個直接就業機會 德國總理舒爾茨對這個消息表示歡迎 他表示德國現在可能成為歐洲半導體生產的主要地點 他說這個對歐洲大陸未來的生存能力非常重要 當然對於德國未來的生存能力尤其重要 受到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影響 德國及盟友一直競相削減對中國等國家的依賴 並提高半導體芯片等敏感零部件的國內產量 歐盟根據他們的芯片法案制定的目標 是到2030年將歐洲在全球半導體產量當中的份額提高到20% 就是這麼做的 畢竟生新能力迷移 在過時拍下 的吉想寶俊 在…… 我們不算心 тране